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 他们问我是否会用筷子 真好 最起码我不会饿死了 Hello 刘苏英 你好 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刘苏英 不知道是否有没有老外看点的听众们在听啊 对的确啊 提到老外看点这个节目其实是你在中国的时候主持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 在提到柳素英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都知道你这个名字 但是他们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听到柳素英这个名字 有的人是看老外看点 有的人是看你曾经出演过的电视剧里面的这个这个外国姑娘是你来演的 像我的话其实更有意思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辅导一个美国孩子学中文 当时他用的这个学习的材料叫做InCanvers 然后在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做Lynn 就是你来出演的 所以你的形象当然是到处都是 但是现在时隔这么多年又再次做到我们的屏幕面前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会觉得既想念又惊喜 那我想先请你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学中文又是怎么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呢 哇 这故事很长 反正我本来是希望可以当我们美国的国语员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要学就是针对美国最重要的一个语言 那有几个我选择了阿拉伯语 因为我也很喜欢考古学 所以我开始学阿拉伯语 学了快两年 准备去埃及留学 但是非常遗憾 在埃及那边有一些的可能恐怖分子的情况 有爆炸什么的 所以我学校觉得太危险 不允许我去 因为美国的学校都是留学一个学期 所以我回宿舍 然后呢就是泡制一碗方便面 用筷子吃的哈 就坐在那儿哭 就不知道怎么办呀 因为我这一命 就本来打算要当锅员 那怎么办呀 对吗 所以我有个朋友 他叫McKey 他就是路过了 看到我在哭着 然后坐下来问我 怎么办呀 等等呢 and 我跟他说 我故事他就说 你要么 我陪他去北京 因为正好是北卡大学 第一次 有这样的一个留学的机会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位教授 叫Judith Farquhar 她特别的有名 特别的棒的一个教授 然后呢 正好因为北卡大学暂时 那段时间还没有 就是中文系这么发展呢 所以还留了一个空位 所以正好我是最后一名包名了 然后呢 在免试的时候 他们问我关于中文水平怎么样 没有中文水平 他们问我关于 我了解中国的什么样呢 比如说人类学 或者社会学历史 什么什么的 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 他们问我是否会用筷子 正好 最起码我不会饿死的 对不对 所以我非常非常幸运 得到了那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2001年 到了北京留学 然后呢 接下来全是历史 就爱上了北京文化 爱上了中文 所以到现在我还继续在学 我觉得中文的好处就是 全球没有一个人 真的是全都知道 对吗 这个语言 这个文化 太永久了 太丰富了 所以一辈子都学不完 所以就比较好玩 对吗 对就感觉不像是 学学学就学进了 因为你永远也学不进 其实包括我自己 虽然中文是我的第一语言 但是我现在在写中文的时候 还会经常有人来指导我 这个成语你用的不对 应该怎么怎么用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于中文来讲 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但是你刚才提到用筷子 这好像是你掌握的第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技能 那我们先谈一谈吃的问题 我想请你回忆一下 到中国你吃的第一顿 或者是最让你惊喜的一顿饭是什么 正好 我第一次到北京 是下雪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晚上 因为就是灯笼节 对吗 就是元夏节 所以我们在学校 有一名老师给我们准备了 几碗这个汤圆 但是那第一次吃呢 都不知道汤圆是什么 第一不知道它是热乎乎的 对吗 因为在汤里 那个碗是刚刚倒进去 碗还是很冷的 因为宿舍里边 那个暖气可能不怎么样 然后呢 拿着筷子 就是把筷子拿起来了 吃一口 不知道得先 就是吃一小口 我就把一整个汤圆 就是蹲下去 但是 蹲不下去 因为很黏黏啊 所以它就是 在我的喉咙里边 蹦 停着 然后呢 就蹚着 很疼很疼 但是蹲不下去 我也是特别的难受 我就坐在那 就是脸色就变得紫色 大家都是害怕 我也要 就是处问题了 所以特别的 后来当然好了 但是 那么 第一次在中国吃任何饭 就真的是一个 有意思的故事 是 但是 刚才我们也简单聊过 慢慢慢慢你其实是喜欢上了中国的美食 这也变成了你在北京 在中国生活很有趣的一部分 但是 光吃不够 还要挣钱 所以我也比较好奇的是 你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 那你都曾经经历过哪些工作呢 哇 我们今晚有多长时间 我们挑重要的奖 因为呢 你不能说我是工作狂 那个不对 但是我是非常豪气的人 我也舒猴 所以我很喜欢 玩普通的职业 我说玩呢 也不一定对了 但是 我很喜欢 比如说白天的工作 我晚上也会有 我周末也会有 所以平时我都有三份工作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在我第一年 一边在北语 就是北语 北京语言学院 当英文老师 又在周末 做一个酒吧的 一个调鸡 鸡尾酒的 那也有的 挣一点钱 因为当英语老师那年 我一个月的报酬 一个月的工资 才两千人民币 你想 所以 然后呢 我后来慢慢来 就是 有空的时间 我也是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 我之前说这名字 很多人都不熟 当然估计 疫情之后 谁都很熟 这个 那个地方我工作了 也差不多半年多了 帮助他们做反应 因为那段时间 我也是对中医感兴趣的 所以我一边研究中医 一边就是反应这些资料 因为正好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中国的 是一起合作 研究一些关于 艾滋病的一些治疗方法 正好 据我所了解到现在 最有效的那些药 确实是跟中医的 那些菌类的东西有关系 所以可能我没做多少 我才当个反应 但我心里都觉得很骄傲 因为那个事情 后来 后来我在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工作 也是一边当一个老师 也是做编舞 因为我从小都学舞蹈的 后来呢 也在一个 正式的工作就是 在美国 中美 不 朱总 美国中华大使馆 不好意思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用中文说这些 因为我最近几年 一直在美国 我白天还是用中文 但是全是简单的 跟学生们交流的那些中文 反正我在那个 诸华美国大使馆 工作了快四年 我是负责他们网络方面的 所以那段时间 博客很红 对吗 所以我们也是跟新浪网 跟搜狐什么的 都是一起合作 很多项目 因为希望可以跟 中国老百姓直接有沟通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留言 比如说关于美国人 在中国要收养孩子 是为了用他们的内脏 对吧 是为了卖卖或者什么的 特别可怕的事情 没人 因为没有直接的联络 很多中国人都认为 你必须得 比如说走后门 才能办个签证 很多那些的走后门的公司 你一用他们 可能办签证的率 过的那个率 就会降低了 因为美国人就觉得 走后门 不太好 对 那个之后了 因为我在诗广的时候 我也是慢慢的开始写剧本 写了几个华剧 也参加了一个华剧 北京人艺的一个华剧 这是迷恋的舞台 因为我本来喜欢舞台 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 要有一个职业 然后你可以言语的在玩 艺术方面呢 后来我就怎么说呢 不是跳槽 可能就是我退休了 离开了使馆的那个天饭碗 然后呢就是全玩这个戏剧社 创造了丸臂猴子戏剧社 对那现在就到最有趣的这一部分 你的丸臂猴子戏剧社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 在中国也是这样 像你刚才讲的艺术家不是铁饭碗 可能有的时候有观众 有的时候就没有观众 那其实你维持这样一个剧社开销还是蛮大的 那当时你有没有过财政紧张这样的状况 那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后 你又是怎么样来维持整个剧社的运转呢 我就发现了电视剧 因为我一边演电视剧 一边可以准备划剧 也可以高艺术这方面 然后呢 08年我也是当一个奥运会的一个星象大使 所以就通过那样的机会认识了很多人 后来也是可以一边当活动的主持人 一边可以高艺术 所以那个玩的一年多了 然后呢 09年或者10年 我也开始在 可能很多的外国朋友没听说过 但是中国人都知道 中国太平洋建筑社团 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跟燕姐和老板一起合作 我说这个就有点 给我太多面子 反正我就是一个他的员工了 在那公司里边工作了好几年 因为正好我是负责项目的类型的工作 所以有的时候很忙忙的 就泡到全国 泡到差不多每一个省 每一个大城市都去过几次 你看这个项目 去看那个项目 就很激忙的 但是后来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一边可以用这把钱 投资我的花具 对吗 然后我说投资我的花具有点 不对 因为那次投资的 上我就是零 或者是 都是肤浅养我的戏剧社 养我的这个 画具的 艺术的梦想 那其实这么看来 支撑一个艺术的梦想 还是挺不容易的 那能不能简单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画剧社 你觉得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呢 最满意的作品就是 绿眼睛史黑漢字 因为那部话剧 有 就是 是关于我学中文的过程 我完全没有创造太多了 因为那话剧中间 有一名中国演员 小花 他出来了 就是当我的这个签衣士 表达你学外语的时候 你又变了一个人 你又增加了一个人 对吗 所以连我妈妈都说 我说中文的时候 我的全脸都改变了 我变了一个人 我老公也经常开玩笑 说我在跟中国朋友在一起啊 我就我在说中文 我就是突然变成 他的中国老婆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他有好几个老婆 是 的确好像 的确我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像我在说英文的时候 其实我的性格 和我在讲中文的时候 性格都不太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语言 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神奇的东西 那其实你对于舞台的兴趣 还不仅仅是在这个话剧 这一方面 后来我其实也了解到 你也学了中国传统的曲艺形式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一个我的演员之一 因为你要寻找好的演员 不太容易 连张一谋都说了 很多很多的 就是正常的演员 你要找片演员的话 张得好看 你给他们台词 然后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拍 可能还可以 但是你真的让他们演戏 你让他们把一个人物 就是不光是背好台词 他们把这个人物 从剧本里边拿出来 就是变成一个人 会影响别的观众里边的人 但是确实很多很多都是画片 所以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 近剧的演员 他正好刚刚从意大利回来了 所以他还没有入团 因为他们一入一个团 就是很难可以出来演语做话剧 他本来是学小丑的 所以正好这个丑专的一个演员 在意大利也学这个 是一个意大利传统的一个表演方式 所以这个丑专的他 还有这个丑专的我 我们一起合作玩了很多的话剧 特别是激情表演类型的 然后通过他认识很多很多 别的近剧演员 然后呢 其实我也得说一声 我为什么特别的喜欢 有别的人跟我说实话 比如说我说错 或者我说的一个想法 可能这想法不对了 因为我不够了解情况 我特喜欢 就是有别人告诉我这个 很多人都不喜欢你说我不对了 但是我是那种疯狂的人 我特别喜欢 一说错 你跟我说 或者你跟我解释 我为什么可能错 对吗 所以有一次 我跟这个演员是一起参加一个 文化部创造的 就是组织的一个活动 就是谈 因为之前是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文化要发展 然后呢 正在谈就是这个 比如说北京的漂房市场 北京的文化市场怎么怎么办 比如说因为我在外面工作 可以挣钱才能养我的戏剧社 但是别的人可能没这个机会 他们怎么办 然后呢 我就说了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说了他们投资那么多钱 给很多的京剧的社团 但是没人喜欢进去 我就是这样说呢 我说不好听啊 没人懂啊 然后呢 一个老头就定着我看 因为他是老头啊 他是特别有北京范儿 他就定着我看 说因为你不懂 我说好吧 你跟我说呢 你给我解释 所以他亲自带我去看一个 比较传统的一戏 坐在我旁边 然后呢 在舞台上发商的事情 他都给我解释 不让我看那些子母 因为子母不好 因为北京人怎么去看京剧 他们不看 他们是去听戏 对吗 所以你要去了解 这个戏的故事 因为你提前知道这个故事 你才能意识到这个演员 怎么把这个人物表达出来 怎么把这个艺术表达出来 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所以我很同意了 这老头说的话 因为我不懂 我怎么可能喜欢戏剧 所以我后来希望可以 多学多了解 然后呢 我的艺术品可以就是 加一层京剧的美丽 我也希望更多的京剧团 特别是年轻的 可以也创造一些的 现代的京剧 因为那艺术 不光是京剧 所有的中国的传统 戏剧的表达方式 真的特别的特别的美 但如果全是放在博物馆 或者放在一个 呃 舆议员那样的一个情况 不对 这艺术得活着 对吗 所以 对 哎呦 我可以参版天姐戏剧 是啊是啊 是啊 没有 其实像我也经过了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最开始我也觉得 好像戏剧都是 爷爷奶奶听的东西 因为他们跟时代完全脱节 但是当时正好是 呃 在我上学的地方 离北师大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近 然后当时白鲜勇 台湾的白鲜勇先生 他就呃 当时是昆曲了 他就重新创作了一个牡丹亭 叫青春版的牡丹亭 在这样的一个剧中 他就融入了很多现代舞台的元素 然后就把整个武丹亭那种神秘感 那一种青春的美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从那个之后 我也才是真正的觉得就是大家觉得戏曲成就 可能只是因为他的某一些形式和现在已经有一点脱节了 但是他有一些美的核心在那里 就是你可以把它重新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给释放出来 所以我很同意你说的这一点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 你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多工作 但是最近几年还是回到了美国 那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有选择回到美国吗 因为我离开了北京 这是我发的错误 因为我上了那个斯坦福商务学院的一个关于 创意的一个课程 所以后来我决定创意一个公司 叫我要给力 要帮助中国的一些的小规模的慈善机构 做通明度报告啊 还有搞活动之类的 因为我算是媒体人 可以帮助他们做宣传 我懂得这媒体的行业 这样的小规模的 没钱可以做 就是给某一个记者筹码费之类的 所以他们全都依靠这样的知识才能办事情的 而且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浪费钱 对吗 所以我要给力 要发展的话 所有的朋友们都是推荐我到上海去 所以我参加了中国加速一个 一个复华器 在上海 然后呢 我觉得我要继续跟这个公司发展了 所以我一直在忙着这个创意 对吗 所以创业了 差不多一年多两年左右呢 后来 中国有新的一个刺商机构的一个证据 不是 有新的一个法律情况 不允许老外 在跟中国的刺商机构 太亲密的关系 我理解为是吗 但是当然心灵不开心 但是我理解 所以我就放弃了我要给力 继续帮助 就是私下的继续帮助那些的慈善机构 但是不能创业那怎么办呀 所以后来就派那个 《红星炸药中国》那电视剧 正好 一个老外能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剧 等女号 很不容易 但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玩 通过那些戏 我有机会在延安的那些的窑洞里边住 对吗 就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全国也跑了 哎呀 反正非常开心了 但是 然后觉得有点没跟 对吗 我放弃了我北京的胡同 所以我每次回去都得住 就是住一个酒店什么的 对吗 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直心里不太踏实 不开心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突然就是 真的是非常意外 我现在的老公 就是看到了我在 就是一个照片在Facebook上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老师 是去世了 然后学校用的那个 今年老师的照片 就是我和那位老师在一起 所以老公看到我了 然后就是突然有一个连接方式 所以他加了我在Facebook上 然后呢发给我一个小微信 然后呢 因为之前他是结了婚 所以我不碰他 但是我从16岁就爱他 真的是很奇怪 反正我发现他离婚了之后 我马上就叮叮叮 然后呢我们两周之后就约了在美国聚剧 然后呢就是在西雅图碰了一下 就决定了 马上就是我们过一公国六周 就结婚了 然后呢 他在北卡大学当教授 所以我一直留在北卡这里 我也有 比如说我的爷爷 今年过95岁 还有几个亲戚 还有很多朋友 但是说实话 我们已经决定了 本来去年夏天 是打算回中国 我已经就是跟我老公说的 我们给他找一个 因为他是书学老师 会计学 在中国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工作机会 然后呢我呢也是希望可以回去 所以本来打算疫情之前就回去 但是等着 等着疫情过了 才能办前程 对啊 那其实首先先是祝福你这么甜蜜的爱情故事 非常的浪漫 就像西雅图不眠夜里面讲的一样 但是刚才我也听到 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有的时候也跟国家的背景很相关 比如说你曾经想NGO的工作 但是在中国这一边 由于种种的政治上的原因或者是什么 可能不会允许外国人进行更多的NGO的工作 再比如这样的一场疫情 其实也让整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微妙 更加的不确定 那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比如说未来的某个时候 再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 可能那个中国已经和你之前所想象的那个中国不一样了 在经过过去的这几年 可能大家彼此都会更多一些戒备和敌意 对于这一点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呢 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考虑不是要回北京 可能去成都 因为我心里的北京已经不在 对吗 一定是改变了很多呢 当然确实我亲弟弟还在北京 看看吧 反正中国一直在改变 对吧 一直在发展 但是中国的现在跟几千年前的中国差别不是那么大哈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如说吃的还是会好吃 朋友们还是会跟我交流 这是可能跟之前的机会也少一点 因为我年龄少一大 也不是少 年龄大多了 而且我有孩子现在 所以情况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前年夏天我会宁波 录一个节目 就是录一个纪录片 也是一边学国画和书法 也在写书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关于宁波 因为宁波就是中国最幸福的城市 已经11年了 每一年都是通过这考察 所以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幸福 为什么那么开心 所以我走了一些研究 已经写好了这本书 正在寻找一个出版社 所以我希望比如说能未来回中国 还可以搞知识分子这方面 也可以搞艺术这方面 特别是能帮助中国的传统艺术 这些艺术家能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那么喜欢 那今天采访了你这么多问题 很感谢你分享这么多人生故事 今天采访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请你回顾一下 过去你在中国经历的这一些事情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你觉得最让你幸福 或者最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让你失望或者是最让你难过的一件事是什么 太多的高兴的事情 真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特别的特别的幸福 所以你让我挑选出来一个 真不容易 也许是我第一部话剧 我爱北京 在北京大山子 那个七九八 一个艺术中心 铺版了 然后呢 观众们那么的喜欢 那么的喜欢 就是地上没底 全个位置都坐下来了 就是全满了 然后呢 每一次让观众乐 他们就乐了 哈哈大笑 大家都特别开心 然后他们哭 他们就哭着 就是让我特别的有 就是成就感 然后呢 朋友们就是 比如说我们 那天 就是最后一个晚上结束了 我们大家一起 吃个饭呀 吃野宵啊 喝个酒啊 就是那种的感觉 就是放松了 成就啊 跟朋友们 就是战友们在一起 特别的特别的开心 但是也是有一种虚的感觉 因为第二天就没了 对吗 话剧就是这样的 第二天就没了 对 也有一次 我们在阿勒山沙漠那边呢 做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项目 就是在沙漠里边走着 好像七十公里 反正或者一百公里 反正很长 对 角度都出问题了 但是那过程中 那种美丽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享受 还有就是我一想 我在中国的快乐的情况 当然是离不开房桌边上 用好游一起吃个饭 喝个酒 真的是享受 无所谓那个餐厅是多么高档的 或者多么朴素的 对吗 但让我最失望的 那当然可以想起 第一个故事 正好 我老公暂时听不懂中文 所以我可以讲 是我爱上了一个中国家伙 然后呢 正好 他跟我通碎 他之前是军队的 说实话 我不太懂得 他是哪一个部门 但是好像是那个特务 或者是 可能包秘那类的 然后呢 因为那样的情况 我们不能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心里 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对吗 对 有点哭了 真的 不好意思 我已经说实话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说出这个 的确 可能 人可能一生中 总会有这么多的遗憾 但是 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 往往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就是 当时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琐碎 有各种各样烦心的事情 钱的工作的情感的 但是好像回忆起来的时候 还总是觉得 幸福的快乐的事情 比那些更多 所以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有某一种力量 可以帮助我们过滤记忆 留下的总是像 大浪淘沙一样 在岸上留下的是 鹅卵石是更美丽的东西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也希望我们的疫情 可以早点结束 两国之间的关系 能够更多的恢复 某种正常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 能够帮助你 以及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现在的小宝宝 可以早点到中国去看一看 现在的中国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所以 所以柳素英 很感谢你 今天的采访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也会很开心 时隔这么多年 又再次见到了柳素英 并且他们也会很高兴 你现在一切都好 还有一个新的小宝宝 也祝贺你 最近刚刚打上了疫苗 真的在美国 是很幸运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 似乎是离整个疫情结束 或者是我们比较安全 更进了一步 所以很感谢你 接受我们的采访 未来有机会 特别是如果你去了中国 我们一定会再联系你 看一看到时候 你对中国的印象 有没有什么改变 谢谢你 苏英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Thank you So so nice 非常非常有用心的 真的 All right It's such a pleasure All right Bye I'll talk to you soon Bye Bye